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是的,其实我们两局早前联同三间的巴士公司举行了会议 商讨和部署新学年的交通和巴士服务的安排 是的,不如一起了解一下我们的开学前做的准备 9月份新学年开始,为了做好开学前交通安排的准备 教肚事务局、治安警察局交通厅和三间巴士公司 先后举行了两次联合会议 共同部署开学时日道路交通、巴士服务的合作安排 早前受台风影响,本欧多条主干道受阻 经各方协助清理之后,道路已经恢复正常 开学期间,交通厅会因应需要调派交通警员监察路段 维持交通秩序,急助学生上学 此外,交通事务局已翻新部分学校周边路段的交通标线和标志 以保障学生的过路安全 巴士方面,受到早前台风影响,巴士服务仍未完全恢复 交通事务局与三间巴士公司持续保持感力沟通 尽力稳定巴士服务的运作,以合作出调度 以期望将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 同时,会加派巴士站的活动人员和流动批查 去协助后批评下理讯各站点的秩序 为了开学时候的交通畅信 我们两个和三间的巴士公司 在事前也做了不少功夫 对,除了为开学做好准备之外 家长和学生都应该要做好准备 记得提早出门,就像以下这位家长和学生 老爸,我过两天就上学了 你是不是会车我上学的 是的,但是你要早点起床 开学要早点出门 聪明,老爸,将来你车我去 学校附近的上落位置就可以了 你不用特地登录路 这样你会令路面没那么失职 真乖,如果每个家长都停在学校前的 行车线上落 你想想,尤其是开学 通常交通都比较繁忙 要早点出门 知道了,我都不想像同学生 像阿甄那样上学迟到 还要妈妈车去学校门口 直到塞车,这样会好准备的 是的,阻止了整条路 个个都不喜欢 走吧,我们去搭巴士 好 一位家长说得没错 就算开车接送小朋友上学放学 也不要贪方便停下车,影响交通 是的,其实除了开车之外 家长和学生都可以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上学放学 爸爸,齊羽出门口 你又可以稍稍促促促地开车 我又可以准时上学,真的开心了 不过旁边的屋明仔说 搭巴士也很方便 是的,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巴士路线 可以去到学校附近呢 明仔说交通事务局 有个巴士部站应用程式 爸爸,你可以下转这个应用程式 是的,这个部站应用程式 对,应用程式上真的挺准确 你看,巴士说到就到 我们去搭巴士吧 好 我们在这里再次呼吁大家 新学年尽量提早出门 和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大家除了可以利用交通资讯站 和巴士部站应用程式 了解路面的资讯之外 驾车的市民应该及早 规划好出行的路线 遵守和配合现场交通警员的指挥 好,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希望在新学年同学们有个好的开始 我们下周三再见 拜拜